秦穆公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公子从而回到晋国 那么这个中院霸主究竟是谁呢 他不是秦穆公 而是晋文公 为什么 因为有一场大战 就是臣服之战 晋文公回到国内 已经是62岁的人了 再进行两年的搏乱反政 六十大级了 那么他现在最着急的是什么 就是得治于诸侯 所谓得治于诸侯 就是要做盟主 做霸主 做霸主不是想做就做 你得拿出实力来 所以现在要寻找机会 一个机会来了 就是周天子 一不小心被他的弟弟 轰走了 这样一来 这位周天子被赶出了京城 跑到郑国去 然后周天子发出号召 要诸侯们秦王 秦国 晋国 当然率先响应 晋国的老臣赵崔 他就提出来 咱们是秦兴国 秦兴国的周天子 不能够让秦国 迎新人 首先去保护他 去秦王 咱们的抢先 不然的话 一点面子都没有 怎么做霸主 于是他们就派人 到黄河对面 找秦国 跟他们说 你们慢点 这个是咱们责任 我们先去 你可帮助帮助就行 于是这个秦王 功劳全在晋国 晋文宫 他们把那个王子 带个杀了 把那个周王 请回去 到京城里 再次地坐稳了 他的天子位 这是历了一大功 而且是很明显的 秦王之功 但是这个 要说做霸主 他还不够 你还得 所有的诸侯门服 你还得有会盟 所以还得找机会 什么机会 在春秋时代 找战争的机会 是太多了 但是你的战争 它规模要大 而且要有影响 正好这个时候 楚国 在南方率先 强大起来的楚国 他同时开辟了 两个战场 一个战场 是进攻齐国 另一个战场 就是进攻宋国 进攻齐国的军事统帅 叫申叔 这个不说了 然后包围 宋国的这位统帅 叫做紫律 是一个相当自私 有刚鼻自用的人 围攻宋国 宋国非常着急 赶快去求救 向谁求救 向靖国 为什么要向靖国求救 因为那个 公子从而流亡的 十九年中间 哪些国家对他好了 哪些国家对他无礼 现在都算账了 那宋国人当然想到 咱们宋国可对对不薄 我们是比照齐桓公 齐桓公送你二十辆车 八十匹马 咱们宋国也送的 公子冲儿二十辆车 八十匹马 现在向靖国求救 靖国不能不伸手 靖文公发话了 这个事的靖文公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不是说现在 楚国人攻打宋国 怎么办 大家处处处业 宋国人求救 咱是救还是不救 怎么救 一概地让大家七嘴八舍 这个可不行 他发话说 宋人告急 舍智则绝 宋人向我们求救 我们要抛弃他不救 就断绝了 宋国和靖国的外交 而且呢 也断绝了天下诸侯 对咱们靖国 所寄予的厚望 如果我们出面 请求楚国撤兵 楚国不会答应 所以这个文旧 外交斡旋 这条路都死了 楚国不会撤兵 那顺下的怎么办 我云以战役 那我们就只能够 和楚国开战 用武力解决问题 但是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齐倾未可 齐倾未可 不是说齐国秦国不赞同 或者反对 不是 是齐国秦国的态度不明 没有表示赞同 这样问题摆出来 让大家讨论的就只有一个 当时四个大国 楚国 晋国 齐国 秦国 我们和楚国开战 就考虑第三 第四 两个大国 他们是什么态度 怎么争取反而 这个意见一摆出来 大家讨论明确了 所以只有一个人 出了一个主意 金文公非常高兴 这个人就是仙政 他封的地方在元 所以又叫做元政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称为元帅的将军 他的看法每一次 都得到金文公的首肯 他说是宋舍我 而怒其行 戒之告楚 也就是说 让宋国人 别老找我们了 我们肯定帮助你 不要往我这儿跑了 你们找谁呢 你们去找齐国和秦国 不能随便找 要宋礼 宋仲礼 说宋礼干什么 借之告楚 就是要凭借齐国 秦国这两个大国 他们出面斡选 请楚国撤兵 如果真的那样 一撤兵不结束了 没战争呢 咱们怎么显示实力啊 所以我们得做个事 我们不能让他撤兵 不能让他撤兵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把曹国 魏国 这是楚国的盟国 楚国的卫星国 他们付属于楚国 我们把这两个国家给灭了 把他们的土地送个谁 送个宋国人 因为宋国人送到中一个人 受到损失 我给你补回来 再说曹国 魏国那么好消灭 前面已经把他打服了 因为那个曹国的曹公公 太不讲礼貌 从而流亡的时候 他居然去偷回他洗澡 看他的裸体 这个多不礼貌啊 所以早就处罚了 因此现在要抓就抓 那要灭就灭 所以说干就干 把魏国的国军就赶走了 把曹国的国军抓起来了 给他们的土地 我就送过宋国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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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